哈囉 大家好我是PIN 那我們今天就看一下我們一拳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今天基本上是我們3月13號的時候 那前幾天的話基本上都在打我們 就是之前的那個...春日的活動啦 那基本上我們已經就是把他們打完 那事實一下的話 哲平也是有把我們就是春日活動的那個 楊柳胡伴全部打完喔 那是用了一些就是...比較運氣的一些打法 因為像我們同地的話那些一定要取得一個暴擊啊 然後就是有一些爆炸性的輸出的話 才可以把我們那個原子武士的關卡給打完喔 那後面的話基本上龍卷跟其他角色的話 就稍微就是比較簡單 那麼一滴滴的 所以後來的話我們是有順利把楊柳胡伴全部打完 但是還是沒有抽到我們的那個... 一秒人的首收啦 所以就沒辦法讓他專武進化了喔 好 那今天3月13號的時候 基本上是有做一波更新改版喔 那是多出了我們一個全新的東西 也就是我們這邊這個天賦試煉 那天賦試煉這個東西的話 他就有點像是我們的這個... 王者挑戰裡面也是需要消化我們藍色的 就是紫色的這個活力罐啦 那打完這個關卡的話 基本上你好像就可以到我們角色這邊 然後去開放他們的一些... 天賦的東西喔 這個角色天賦 那角色天賦到底力不厲害呢 這個的話哲平基本上還沒有做一波研究啦 所以你是一些就是比較大佬的一些玩家 或是已經在陸服 已經看到一些就是比較強烈的一些... 天賦的玩家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該怎麼來去用一下我們這些角色 那像我們同帝這邊如果要取得天賦角色的話 必須要達我們62級 然後要解除三星喔 然後這邊的話基本上還要需要我們這個... 高級的這個科技勳章要20個 所以就算還算是蠻貴的耶 我們先來解除看看我們的那個... 童帝的招式好了 畢竟要把他練起來嘛 我們就先試試看一下喔 好 這邊解除之後呢 基本上裡面會有這些東西喔 這個東西的話基本上 就是要打我們那個關卡了啦 就是你要用我們這些天賦 然後打那個關卡才可以用我們這些東西 旁邊會有這個就是... 需要的這個... 英雄初級天賦的必有 所以接下來的話就開啟了我們這個天賦的東西啦 那天賦這個東西的話應該也是可以就是... 增加我們更多的戰力值這樣感覺囉 那旁邊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要前往我們這個天賦試煉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東西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天賦試煉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裡面的話有英雄試煉跟我們的怪人試煉 那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如果要加強我們英雄的話 就必須要打我們這個... 英雄的這個...關卡 那如果要打我們怪人的話就必須要打去打我們這個怪人的關卡喔 那我們就先來打一下英雄 看一下裡面的難度到底有多高 那裡面的話一樣就是跟我們那個王者一樣 就是有一個就是分層次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一層裡面是什麼東西喔 好 那像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就可以用了我們的這個... 欸...用我們之前的那個英雄隊伍來打一波攻勢 應該還算是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這一次的話這邊已經把我們的那個同地調成是移速了啦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可以就是... 讓我們的那個一整排吃到更多的那個就是效果喔 好 那第一關這邊的話基本上是我們的無造騎士 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直接三連擊就直接把他給打死囉 所以像我們第一層樓的話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應該是可以直接把他們給K掉 好 有沒有第二波呢 好 有第二波 好 第二波哇塞 這邊邦谷都出現啦 哇 來了 六歲鋼塞拳 直接打我們中間 但是我們目前來說因為我們的等級還算是蠻高的 所以他們打我們都不怎麼痛喔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好 直接把... 哈哈哈哈 同地現在真的很猛欸 直接把他們給打掉 然後後面的話我們這邊金屬騎士也是順便把他們給K掉 再加上我們這個原子武色的原子斬喔 沒有問題 第一波基本上是有兩波的 裡面這邊是獲得了天賦喔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獲得天賦是什麼意思啊 反正我們這邊下面有20個幣喔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來看一下第二層 那這個關卡的話基本上跟我們的那個王者挑戰一樣 差不多都是一局要我們的8的那個活力喔 所以也算是蠻多的啦 不過就來刷一下這些天賦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也算是今天才剛出場的一個 性能喔 一個系統 所以大家的話都可以來做一波研究 來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平分享一下 你們都是怎麼點天賦的喔 應該是把一些就是比較常用的一些角色 都要點天賦啦 我覺得這應該是比較理所當然的一個事情喔 那活力這邊的話基本上不夠的話 可以去買那個我們的活力的那個... 甘地禮包喔 去用一下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哇 這一次 這一次六歲剛災全就直接把我們的吹雪打到 快要剩下三分機血了耶 所以基本上這一次感覺好像有點厲害了喔 不過這邊的話還是一樣抵擋不住我們的這個... 一波流的感覺喔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現在目前來說我們也不知道算不算一波流啦 應該是崩壞流吧 應該是這樣子喔 然後沒問題來打一下我們第三關 那活力沒有的話基本上大家可以去購買一下啦 或是直接買我們那個甘地禮包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甘地禮包其實只要360的那個... 哇 我已經買完了 只要360的就可以買了 那我們這邊稍微買一下這個體力好了 打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邊35 我們就買這樣應該就夠了 因為買一次就有60啦 60的話應該可以打很多管... 可以打很多場喔 我覺得到第三層我們可能就要招架不住了 我現在把英雄打完之後再去打一下我們怪人的喔 好 那關塔裡面的配置好像前面三層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無造騎士在第一關 然後第二關的話會有我們邦谷 還有我們一些就是原子武士那些英雄這樣子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好 這邊的話直接一斬 啊 斬過死我們的無造騎士 那無造騎士這邊的話 他大招是一個幫別人加一些就是加速的 所以也不會這麼的可怕 那第二波的話這邊會有原子武士 跟我們的那個六歲剛在全邦谷喔 然後我們那個貝心兄弟還有我們那個... 吹雪組的兩個人 啊 三劫棍莉莉跟我們那個睫毛是不是 那個應該是睫毛喔 好 這邊的話再開一個我們的金屬飛彈發射 然後讓他們全部都受傷了 然後我們是斬 欸 這是稍微有比較硬一點點的 但是應該還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啦 應該OK的喔 這邊只要把我們原子武士打掉就可以了 OK 第三層打完的話應該會有就是下一波 下一波的話應該第四層 喔 要72等才可以解鎖喔 喔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你要62等才會開啟這個關卡 然後打完之後的話基本上你要下一關卡就要72等了 所以他也不會讓你一直刷上去這樣感覺喔 所以藍幣的話應該會比較難刷 那紫幣的話應該就更難刷了喔 那加成這東西是什麼 喔 當天會有掉落一些加成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怪人裡面是怎麼配置 怪人配置的話基本上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是可以用文少女啦 文少女這邊我差不多有慢慢的投一些資源了 然後我們的那個獨角先也是差不多有投一些資源了 所以就可以慢慢把他們用起來這樣子喔 看一下到時候要怎麼辦 上場隊員均位解鎖角色天賦 本次挑戰將無法獲得天賦養成之餘 喔 所以還要有一個人有解鎖天賦之後呢 他才可以就是拿到天賦支援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要挑一隻我們的怪人 來解鎖一下天賦 先把我們這個 哇 不夠 哇 不夠 哇 慘了 慘了 操戰力都不夠 只有獸王可以喔 結果我們要靠獸王解鎖啦 來看一下吧 解鎖一下喔 這邊基本上還算是不知道是浪不浪費啦 反正因為我已經很少用獸王了 但是為了大家給大家看喔 沒有辦法 其實地底王也是可以啦 算了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打了好不好 為了讓大家看我們的這關卡 我們直接浪費 沒關係 浪費就浪費 給他浪費起來好不好 這邊的話基本上不知道是不是那個碎片 只有那個專屬角色可以用欸 所以像我們剛剛是用銅蒂去刷 所以銅蒂應該拿到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這邊的話基本上不知道這邊是不是 也是只有那個獸王可以用那個壁喔 待會可以去看一下 哇 結果我們這邊第一波很快就把它給解決了欸 哇 來了 這邊是阿修羅的鐵拳 直接被我們的那個疫苗人給擋掉了 發現我平常還是有用一些怪人隊伍啦 所以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抓爆那個獨角先 沒問題 一下一隻 一下一隻 再一下一隻 哇 我們垂頭比較可憐一點點喔 垂頭真的比較可憐一點點 目前來說大家都還蠻推薦我可以放個那個文少女 因為文少女這邊的話他會有一些 補血的效果喔 所以我也在慢慢的投資一些支援啦 應該是可以的 我覺得這邊的話怪人的這邊 應該也是可以那個 打到蠻上面的喔 這邊獲得天賦然後會有20個幣 我不知道那個20個幣是不是只能讓我們的獸王使用欸 如果是只能讓獸王使用的話 可能你有一些 你有在練了一些那個我們怪人隊伍的角色的話 可能就還是要讓他們開一下天賦 那天賦開起來的條件其實也算是蠻嚴苛的啦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大家就是慢慢開一下就好了 因為天賦那邊打開的話 還是需要蠻多我們那個勳章的喔 那勳章平常如果你要拿來解鎖的話 就不會有這麼多餘的那個勳章 可以來讓你就是解鎖這些東西 可以喔 好險我們平常還是有在練一些怪人的 可以可以可以 對面的這個 獨九仙好像也是蠻硬的喔 這邊可能要小心一點點了 好 補弓一下補弓 那我們這邊帶上的是那個文少女的那個 那個什麼 核心啦 所以也不知道她的核心好不好用 因為我現在目前只有研究過我們那個 童地的核心喔 因為童地的核心的話這邊真的是很不錯用喔 來來來看一下 感覺我們這邊又快要被打爆了 這邊把我們抓起來就爆了 其實我覺得上一次那個什麼啊 上一次春日那個活動的話 我應該要努力的把那個就是 疫苗人的手給她刷出來 因為這邊的話其實疫苗人對我們來說 好像還蠻常在做一波使用的喔 我覺得這邊的話都打成這樣了 我覺得待會第三層可能會 更慘一點點喔 看來應該是要好好的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文少女的效果 好像會讓一隻角色復活出來耶 太神了吧 文少女這邊真滴好神喔 有點強有點強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層喔 突然色王一個跑出來 我自己都驚呆了 難怪這麼多人都希望我們來練一下文少女喔 那文少女的碎片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算是蠻夠的 應該可以身上我們四星或是五星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我來看一下喔 我覺得怪人隊伍面前來說比較尷尬 就是我們這邊的那個能量 是稍微比較平弱一點點 就不像同地那個 就是那個同地的那個 能量隊伍一樣可以一直有那個 就是大招可以放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空氣來說的話 還是要比較注意一點點 不過還行喔 來看一下 這邊第三波路人都打過的話 應該都還好 因為我們下一波等級的話就是72等了 來看一下 哇 這邊我們疫苗人直接被炸爆 不過待會的話可以讓那個就是 文少女那邊使用她的那個特殊的那個能力 讓她再復活吧 應該是可以 但我比較想要就是讓獸王復活欸 獸王復活應該就更不錯了 哇 感覺有點硬了喔 這應該不好打了 我們應該 怪人隊伍只能撐到我們這個 第三層了 哇 太神了吧 他們的土龍也好強喔 哇 完了完了完了 應該要被轟了 喔沒有他摔了 喔不 不行 看來我的怪人隊伍真的該練了 而且我們目前來說 說獨角先還沒有練上去啦 所以獨角先練上去的話 應該就會比較稍微好一點點 哇 結果出來 復活是垂頭啊 我的天 這邊有點尷尬了 這邊第三層的話 我們是打不贏的我覺得 不過我們現在是開自動啦 所以也不知道好不好 不過目前來說 我們戰力 怪人隊伍 戰力絕對是比英雄隊伍還要低的 所以真的要好好去練一些 我們的怪人隊伍的角色 那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天賦的那個東西 是不是只有那個 只有我們那些角色可以用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應該要在 幫我們這個 黃金球開一下天賦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 可不可以用這些幣 欸 欸 真的不行欸 欸 所以 所以大家要注意喔 你一定要就是 讓你的那個角色有開天賦之後 他才可以取得我們那個幣 那 像我們剛剛都是用童地去打 所以黃金球這邊的話 就沒有這個幣了 那 像我剛剛開的是這個獸王 所以就只有獸王有幣喔 所以 單純就是如果你要讓 打我們那個模式的話 應該要讓全隊都有那個 就是天賦效果 下去的話 他們全隊才會有幣 那 幣的話都是專屬自己一個人的 那 如果進去有兩隻以上的話 我們這邊稍微再打一下好了 我想看一下 如果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剛剛打英雄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這邊是派出了 冤之武士跟童地 這樣去打的話 會不會有就是專屬的 個人自己的幣 感覺應該是 有機會有可能 因為不太可能就是 那個一個幣自己在那邊花 剛剛是取得了差不多20還是30吧 所以這邊看一下 能不能就是 讓我黃金球也取得自己的30幣 那如果是可以的話 那是建議大家一開始先把 就是你會上場的那些角色的那個 天賦全部打開 那上場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去刷幣 這樣會比較好 這樣也不會浪費我們的活力 因為像我剛剛只有開我們同第一個的話 其實還算是 蠻浪費的這種局面喔 來了 又是6歲剛栽權 我覺得英雄隊伍的話 我們真的是不用擔心啦 但是 我們真的要擔心的 真的就是我們的怪人隊伍 因為怪人隊伍的那個練度 都不是說特別的高 不過沒有關係好不好 我們這邊的話 有戳到那個獨角仙了 所以到時候可以用我們獨角仙來撐一下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勝利 好 撞掉了 然後成原子武士 打一下 斬 好 來看一下喔 他會斬誰呢 吸收 完全擋住 完全沒問題 所以這第三層的話 對我們的那個英雄隊伍來說 他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來看一下 喔 這邊感覺是隨機的喔 欸這樣也是蠻尷尬的 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刷東西的話 建議大家就是一直一直刷 不然你到時候的話 你如果要刷同地 又要刷我們黃金球 這樣會打架這樣 所以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要就是 刷一些就是 你自己想要的角色天賦值的話 應該就帶那隻角色上場 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感覺是這樣子啦 所以 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一個全新的功能 也就是我們角色 這邊有一個這個 角色天賦的系統囉 那 如果你對於這個天賦系統 非常了解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影片到時候是 我是熱鍵的 關鍵的關鍵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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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的關鍵的關鍵的關鍵 打開來看一下啦 遊戲影片 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掰掰 我們在下面的關鍵的關鍵 關鍵的關鍵 關鍵的關鍵 關鍵